我要再度跟受害者以及台灣社會致歉 青少火線為民進黨性騷風波出面受訪 這已經是賴欣德連續第三天 公開在盡頭前致歉 絕對不必要大局為重 你們的人身安全以及權益是最重要的 民進黨嚴肅的面對每一個案件 不會因為考量到選舉的因素而有任何改變 因為姓平是民進黨的價值 強調加強姓平教育和選舉無關 賴欣德心裡也清楚 隨著被害者的傷疤一一被揭開 首當其衝的是2024大選 任何的社會事件對於選情都是有可能有影響 那民進黨要坦然接受這樣的情況 畢竟已經開啟的性騷戰場 國民黨發起攻勢 沒打算輕易放過 絕對不能容忍 前民要做受害者的後盾 令人憤怒的是這些加害人 非但沒有在這些受害人挺身而出 揭發的時候予以道歉 那予以這個悔過還硬拗 那還狡辯 該負責的一個都躲不掉 尤其多起性騷案發生在前主席蔡英文任內 沒說出口的總統在臉書發聲 強調自己責無旁貸 要向受害的朋友和社會大眾表達最深歉意 喊話不要檢討受害者 不要消費受害者 做過多的政治操作造成二度傷害 政黨或者是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 對於性侵或者性騷擾的事件 絕對是零容忍 服怨黨聯手滅火 不只為受害者撐起保護傘 也要替二零二四選情消毒 近視網站 方伯峰 黃冠偉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經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